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南北韩可平进展可望又进一步。 南韩多名政府人士指出,南北韩在14日的军事高层会谈中, 讨论北韩撤离边境重型火炮的问题, 北韩未对此表示反抗, 未来北韩可能也会要求南韩及驻韩美军基于互惠原则, 同样撤除重型武器。 根据南韩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人士指出, 南韩方面在此次军事高层会谈中提出落实文经会中的多项军事协议方案, 其中一项便是将北韩部署于边境的远程火炮后撤30至40公里。 据了解,北韩在接近军事分界线的北方部署1000多门各式火炮, 其中有射程达54公里的170毫米自走炮, 和射程达60公里的240毫米多关火箭炮, 共计有330多门远敦火炮瞄准南韩首都圈。 北韩在会谈中为对后撤火炮的要求表达反抗, 但北韩在会谈中依据护会原则要求南韩及驻韩美军采取对等措施, 可能会要求南韩军方的155毫米自走炮, 驻韩美军的多关火箭炮,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以及新型MEI布兰战车等装备也要难撤。 感谢观看